说到林山神剑 你可能对这部电视剧 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讲到林芝草人的口头禅 就很有感了吧 一句哎呀呀肯定是唤起了 六七年级生的记忆 在三十年前电视剧《林山神剑》中 排词永远只有一句哎呀呀的林芝草人 小小童星凯开扮成了千年灵芝 超可爱的模样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角色 人情甚至押过同一出戏的女主角潘影子 而其实外界很少人知道 她出身演艺世家 自从童星出道之后戏约不断 直到的国中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她推掉所有的戏约 告别的演艺圈 而长大退伍之后 她当过超市的店员 卖过严肃机 也当过停车开单员 就是没有再回到荧光幕前 这也让她跟父母的关系陷入紧风 而如今这几年妈妈罹患了阿兹海默症 她一边照顾双亲 而另外一头 她又打算要重返演艺圈吗 不管是开心 还是紧张的时候 或者生气气 用一句话演了整整三十集 醒悟哀乐有不同口气 而三十年之后 真面目长这个样子 我也觉得奇怪 你要用那三个字表达 喜怒哀乐的那种感觉 我也不懂我那个时候 怎么表现得出来 三十五岁的廖威凯 一名凯凯 但更多人叫她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会有很大的疑惑就是 为什么我是演一个非人类的角色 大家其他童馨都是演正常的角色 怎么就我演一个 林芝 对随便 有的人也觉得她是人参 或者是什么之类 不管是林芝还是人参 戏里面人人都想吃掉她 人气却比同剧的男女主角 潘英子和孟非还要红 但要穿这一身戏服 对三岁小孩而言 可是一件苦才事 穿了这件衣服之后 其实就变成说 我是闷在保丽笼里面 然后太热 然后汗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 异味性皮肤炎 就是很痒 然后基本上每天 就有点像洗三温暖一样 不只身上穿的 脸上的妆也大有学问 两个红红的 本来是用口红涂 结果发现拍戏会太热 穿那真的太热会一直流汗 然后会糊掉 所以后来好像是我 我妈妈吧 还是是周佑阿姨 就想说那我们用那个红色的纸 剪成圆的用贴的 这样子你流汗就不会糊掉 最早的造型 林智整个是看不到的 就流两个眼睛 我们觉得不够 这样不可爱才干 改成被人戴帽子 一个镜头下马上脱掉 就换一套衣服 他一天要戴十几套 还没上幼稚园 就开始拍戏人生 当时还因为凯凯走红 新闻局还增设了一道童星条款 八点以后小朋友就得收工 回家睡佼佼 但一点都不觉得累 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好玩 我应该算听话的小孩 你算听话的小孩 就是那种你过来你过去 蹲下站起来跳 廖维凯会变成童星 跟他的妈妈有很大关系 他本来就是主持人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主持广播就是你除了 你要讲护士啊 讲一些礼语之外 当然你要推销一些商品 那那个时候 日本跟台湾合作 大部分就是卖日本的一些药之类的 妈妈活跃于广播界 父亲是公股银行员工 家中还有两位姐姐 林秀芳和林薇透过妈妈牵线 都成为演员 或许一家人都有演绎细胞 开开从婴儿时期 开始拍平面广告 两岁多成了家喻户晓的 林芝草人 接下来也接拍了多部戏剧 并且开始有了台词 不只拍戏 更有拍不完的电视广告 很快的 你就会像大树一样啰 正上小学后 每天几乎都只上半天课 下课就往片场跑 妈妈也辞去工作 全职带着她跑通告 我觉得跟同学相处的时间比较少 拍完戏的晚上或者是空档时间 才在片场写功课 当时全校都知道 学校有个大明星 享有特殊待遇 难免被部分同学闲言闲语 学校的圈子里面 对于他们来说 你就是一个不同的人 但是不熟的 总是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幸运的是没有受到霸凌 一路演戏到国中二年级 这时候就突然决定 告别荧光木 原来她靠着哀哑哑三个字 在表达她的喜怒哀乐 好强 所以我现在都用哀哑哑 你们自己翻译 那么来 好 今天真的好生气 淑芬姐骂我 哀哑哑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什么 就是 我讲的就是 你想到女朋友会说什么 怎么有娇称的感觉 今天晓菱姐就是说 你稿子写真的好差 她对你好希望 你果真可以去演戏了 我可以表达喜怀的 用爱的 原来灵芝草人是长大 变成这个样子 各位观众呢 如果对哎呀呀如意向的 麻烦在下面留言加一 不过加一好像没有那么的选 加灵芝好了 加灵芝 加一排的灵芝让我们知道 但灵芝好像怎么表达呢 加也很难 你可以加草 灵芝草让我们知道 我们刚看到呢 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她真的好像都没有提到 哎呀呀这三个字 是不是她真的有口难开 自然也不想提到这三个字 真的啊 她到现场 从坐下来待一秒 到我们最后采访我离开 我们苦苦哀求 可不可以帮我们原因 重现一下哎呀呀三个字 就她连一字都不敢讲 好像是她从小就是 因为拍了太多戏 她拍了四十集 台词只有一句哎呀呀 感觉好像连做梦 那个灵芝都跑过来找她一样 不过我们现场访问她 其实她是人蛮健谈的 但她的样子啊 淳芬姐应该很难辨别出 她应该 很难想象 这个就是小时候 哎呀呀那个灵芝草人 对 她现在便瘦了一点点 然后也晒黑 她那时候跟我们聊说 其实她也是想摆脱过去 那个刻板印象 所以特别把自己 就是晒黑一点 想要告别 那比较白皙的那个她 OK 我也很好奇 她除了拍灵芝草人之外 后来还有拍其他的戏吗 为什么好 因为最近很少在 阴光目前在看到她 对 其实她最有名的 就是当 埃养芽马 林芝草人 其实她后来拍了蛮多戏的 像是白娘子传奇 等等之类的戏剧 而且这些戏 还红到中国大陆去 其实她在那边 是非常有知名度的 不过呢 后来因为到了国二 有升学的问题嘛 所以她当时 就告诉她妈妈说 她不想再拍戏了 她想要好好念书 不过呢 她不想拍戏 还一直延续到 她退伍之后 她开始工作 她爸爸 她妈妈 和她姐姐 都希望她可以 再回演艺圈 可是她却拒绝了 做过很多很多的工作 告别了演艺圈 二十几年 我们也曾经提出要求 问她说 可不可以再模仿一下 林芝草人爱芽芽 她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而当时呢 决定要离开演艺圈 其实是她自己坚持的 她就直接告诉妈妈说 我不要拍戏了 这背后原因 跟一件事情有共联 我那个时候 很坚决地跟她说 我不要了 我妈妈是个 蛮严格的传统妇女 然后她会希望 你在各方面 都要有一定的水平 那相对的 你要拍戏 又要课业兼顾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上课 果断离开演艺圈 开始回归 正常的校园生活 也想撕掉 从小扮演邻居草人 被外界贴的标签 因为我不太会主动去跟人家说 我是演员 或者是说 我是小童星的身份 可是毕竟相处久了 大家都会发现 那其实我身边的好朋友 也都知道 或者是说能体会我的心情 所以都不太会提那三个字 在我面前 那三个字 哎呀呀 仿佛变成了 不能说出口的缝地魔 尽管我们现场苦苦哀求 得到的答案是 从进来的那一秒钟到现在 都还没提到那三个字 所以就那个 可以消音吗 逼 我很怕我七十岁的时候 可能我的孙女或我的孙子 还跟我说 爷爷你是那个哀 什么 我就饿 像吉利摆脱过去 大学毕业后 做过好几份工作 从不想回到演艺圈 没想到引爆家庭革命 当兵退伍 我就想说找一般的工作做就好了 可是其实妈妈还是蛮希望 我回演艺圈 然后其实 有造成不少跟家里沟通上面的 问题 不想人生照着剧本走 当妈妈和姐姐介绍他演戏 他却想过自己的日子 譬如说我做过停车开单元 我爸爸觉得我做这个工作 让他很没有面子 对 可是我觉得啊 就是个工作有什么 有什么好分 什么工作比较高尚 什么工作比较烂 我也是靠我的付出 我的努力去赚钱 有什么不对吗 出社会十多年 始终在演艺圈门口徘徊 他卖过严肃机 早餐店 也当过零售店店员 换过十几份工作 不让家人担心 但他的妈妈却病倒了 因为妈妈有阿兹海默跟帕金森 七年前吧 他在去复健的路上 又被车子撞到 然后整个就是宽骨 就是换人工关节啊什么的 然后从那个时候 其实妈妈的身体就 非常的虚弱 当年带着孩子 东奔西跑拍戏 如今换成他 带着妈妈去医院 哭过很多次啊 尤其是我妈妈那时候 刚被中在医院 他看起来很虚弱 手脚会抖 没有力气 就是怎么会变成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你会觉得妈妈 像变另外一个人 爸妈都八十几岁了 他为了就近照顾父母 现在辞去工作 筹备电商平台 以及YouTube频道 也开始上电视通告 演戏哦 有机会的话 会想试试看看 想在拍戏 不只是为了有稳定收入 过去被父母寄予厚望 如今绕了一圈 踏回艺能界 其实骨子里 还是热爱表演 只是要他再表演一次 哎呀呀 今天 就这样 差不多了 感谢 最后要不要 为我们 面上 针点桥段 那三个字就 就碰过我吧 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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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